字幕提供 三色甜椒有哪三種顏色 紅色黃色綠色 紅黃鹿 三色照有什麼顏色當然難不了大家 但是他們的營養哪一款高些 你又知不知呢 紅色或者綠色 因為蔬果通常都是這兩種顏色 我猜可能是紅色 可能維他命藍 可能會高些 也不定過 像蘋果蕃茄的感覺 綠色可以大自然 很自然 究竟三色照的營養價值上有什麼分別 不如請營養師講解一下 三色甜椒通常有 青椒、紅椒、黃椒 一些橙色 其實青椒是未成熟的時候的顏色 所以都是同一個品種叫甜椒或番椒 而成熟的甜椒 即是黃椒和紅椒的維他命C 含量都很高 還遠超過檸檬和橙的維他命C 三色椒之所以有不同顏色 是因為他們的天然色素 因此他們三者的營養價值都會有少少不同 紅椒本身都會有焦紅素 焦紅素其實是一個抗氧化的營養素 抗氧化營養素可以幫助抗衰老和抗癌 另外就是有橙色的黃椒 它會有β胡蘿蔔素 這個胡蘿蔔素經過我們吸收分解之後 在身體裡提供維他命A 可以保護我們的眼睛 令到我們的視力更加好 青椒 雖然它是未成熟 但它反過來就有葉綠素 葉綠素其實幫助防止止外光 幫助我們的眼睛抵抗UV 青椒也是高纖維的食物 可以幫你散一下腸和防止便秘 但留意青椒本身就是未成熟 很多時候它有一些化學物 就會令到我們的胃未必能夠接受到 如果對於胃未有這麼好的人事 我們就要留意生食青椒就會胃痛 最後營養師就建議 三款椒都不要煮得太熟 因為當中的維他命C會流失 所以煮菜時用快炒的形式 兜一兜就可以了 蘋果優惠 開藍牙定位 附近經濟優惠 隨即到手 好 可惡 好 好 好